Ayo 聊四季 天天的更新 大家好 我是Liu 今天來看日本人對上阿茲特克的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阿拉伯地圖 好 那很久沒有看到這兩個步兵文明 再一次對決了 日本人跟阿茲特克都是強大的步兵文明 那我們就先來介紹一下 日本人的話他的特色的東西是奴兵 他的強奴非常的好用 也不是非常好用 就是一般的奴兵可以用 那是打步兵 奴兵 起兵線稍微弱了一點 那日本這個特色呢 最大的是他的採礦地 法木場還有這個模仿 都是半價的 所以前期可以省下很多木頭 讓他前面的經濟 可以多撒別人幾片田 那我覺得日本人 在阿拉伯來說 經濟雖然沒有到非常好 但他的這個兵總單位 是非常強力的 尤其是他的步兵 攻擊速度會加33% 非常高速 不管是出劍兵勇士 集兵 日本勇士 這個砍的傷量都非常高 所以他也很適合前期打這個 三隻棒棒出去轉裝甲步兵 甚至打這個裝甲塔 轉小弓 都是蠻適合日本人的戰術 這場比賽是由ACC 對上妮可 兩邊都是頂尖玩家 我們就來看一下 日本到底會打出什麼樣的戰術吧 接下來我們來看阿茲特克 阿茲特克這個能力呢 最大特別的是一開始 Hand style就有這個 食物採集量 所有資源採集量加上 不只是食物 木頭跟食物 黃金 石料 都有這個加善的效果 所以阿茲特克在南美之溫泥裡面 算是經濟最好的 但他的攻兵線不太行 雖然有強弩 但是沒有拇指環 他可以打後期的戰毛兵 有這個紫毛器可以用 可以讓他傷害 跟這個帝王戰毛兵一樣 只是血量比較少一點點 所以阿茲特克後期打戰毛 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前期的話比較大多是 還是打這個老鷹 配上自己的寶兵 棒武士 然後再加上強弩 前壓 都是比較適合他的選擇 阿茲特克呢 還有這個僧侶非常強大 每研發一個科技 都可以增加 無滴血的這個僧侶的血量 所以他的僧侶的血量 到了後期 可以加95滴血 跟這個肉麻血量其實差不多了 阿茲的話還是比較偏向於 打這個經濟 或是強軍士都比較適合他 我個人還是比較偏向於打這個經濟類型的 但他打強軍士也沒有問題 他生潑非常難產 生率很難殺的 好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地圖 地圖的話目前是阿茲在前方 比較難受一點 他的金黃在下方跟後方 那還行 只要他的附近在後方的話 就比較好一點 果子也在裡面 勉強來說算是及格 那為什麼是及格 原因是因為他這邊只要稍微微一下 然後這邊用TC連防 上方也是稍微微一下 這邊也稍微微一下 其實圍的投資成本 並不會太誇張 算能接受的 而且後面還有另外一篇牧區 三篇牧區可以爽爽挖 只要圍死的話 直撐也沒什麼太大問題 那我們來看一下日本這邊 日本的金礦是在後方 果子在上方 那牧區還有一篇小說的 圍起來的話算是也蠻好圍的 這邊有點大就是了 也算是剛好幾個 但是比阿茲更爛一點點 因為他的礦區 野礦都在外面 所以可能需要打一點強軍士 把這個礦區給拿回來 比較不太適合像阿茲這樣直接打農的 因為他這邊打農是可以 很容易就可以守住的 但日本人的話這樣就不太行 好那我們看到 擬礦這邊直接出了棒棒 想要來做一個棒棒前壓 日本這邊點下了織布技術 18P就上了 你看這次沙漠之龍比賽之後 每一個頂尖玩家 都是超級早上封建時代的 都18、19P 19P、20P以上 都是因為打棒棒的關係 所以露量會比較多 那我覺得尼礦這邊 可能是想要打個黑跳塵 所以才故意這樣打 但是這邊點下了織布技術 那這邊沒有打黑跳塵 這邊兩棒棒想要抓一隻村民 有機會嗎 兩隻村民還在追逐著喔 這邊做個拉扯 村民來到左邊 四個人抱船 比較不太容易被擊殺 這邊再拉更多村民過來伐木 但這裡沒有為死 這個村民一直被引誘著去打 後面擬控的控兵 會很麻煩 這裡趕快補個射箭場 這邊想要戳一下打一下 兩邊都在做個調戲的動作 那日本的棒棒也到了尼礦家裡 阿茲特克這邊要稍微圍一下經控處 哎呀 直接被打破 但是後面有TC非常快速 這邊繼續再做個追逐 村民三隻開打 有機會抓到一村嗎 哎呀 這一村殘血跑掉了 OK 工兵開始生產 後面這兩隻棒棒也在出去做這個追逐動作 TC差點射死 死你底血 槍兵稍微做一個反制 好 這邊工兵終於收掉了一隻棒棒 這一隻殘血村民拿去撒農田 這個棒回頭一個打 只戳掉了一隻棒棒 那看起來日本這邊的棒棒公司被解掉了 好 結果這邊是打二棒棒 二棒棒的這個傷害就沒這麼強 三棒棒轉裝甲是非常難產的 好 那尼控這邊經濟也慢慢融了上去 停下來一擊伐木 一擊我們沒有點 好 選擇工兵開 那日本這邊也是選擇工兵開 而且還點下來一擊一射 那阿茲這邊要考慮把我點下 哇 也是馬上點了 OK 兩邊一擊射都點下 工兵加毛兵的搭配組合 算是一個蠻正常的開局方式 那日本這邊防守也是圍的差不多 基本上要守的地方都已經守好了 後面也都圍好 那果不其然阿茲是這樣子圍沒錯 就是小小連防 他這樣子圍非常輕鬆 但是工兵一樣喔 可以穿過這個防守 直接射到村民 這該不會要射到一村了吧 有一隻殘血了 好 這邊直接前壓 賺到了一隻工兵 日本點下了一擊工兵鎧 但是兩邊都圍好的情況下 要騷擾到是非常困難的 應該都是遐找小鬧 然後就直接回家 待會日本城堡時代可以繼續打工兵喔 阿茲也是可以喔 但是要想到帝王時代 阿茲工兵可能不能一直打 稍微抵抗一下是可以接受的 好 這邊毛兵直接壓制了日本的工兵回去 阿茲這邊的路線比較純粹一點喔 可以直接城堡時代打戰毛兵 然後配老鷹還有這個僧侶跟頭死車 前壓的話對阿茲特克來說是非常強力的一個搭配喔 而且戰毛對方工兵在家裡騷擾 戰毛可以即時的防守 前壓部分的話就靠老鷹加頭死車僧侶 做一個致命打擊喔 那就來看一下阿茲會怎麼打吧 阿茲這邊可能會直接先轉 雙射箭 但是工兵沒有一直出喔 這細節 這邊稍微斷一下 因為剛剛黃金再按下去可能就會不夠 生這個城堡時代 好 那阿茲是持續要打工兵系喔 沒有要來轉老鷹的意思 雙射箭場蠻明顯的這個意圖 好 那日本這邊要繼續打工兵 也是工兵 工兵互射 通常步兵果很容易 城堡時代都是工兵互射情況 那通常有一邊喔 是打純工兵的話 另外一邊是有混戰毛的話 混戰毛那邊是容易贏的喔 所以兩邊應該是工兵都不要出到非常誇張 還是要配一些毛兵 轉些戰毛 防守來說會比較簡單一點 當然工兵數量多喔 高打低的情況下 戰毛兵還是可以秀的 好 伊斯納斯堡時代馬上按下弩兵跟工兵 那擬控這邊有點心機喔 這邊等這個工兵升級好才要露頭 好 結果這邊先偷偷打到防止喔 讓ACCM這邊注意到了 把村民拿到左邊一點點 完全燒了不到 那果然喔 日本人到了家裡 擬控完全沒有防守 連戰毛兵都沒有 戰毛是先補下了二級射 然後補下了一個BK在家裡 工程西製造所 這邊打一個雙線 這邊工兵先射個一波 但是一隻村民都沒射到 好 兩邊工兵夾擊 什麼都沒打到 打了個空虛 ACCM這邊也是 工兵也不敢進去 欸 但是這邊射到兩個村 還不錯 賺到了賺到 好 這邊弩化也是蓋弩化防守 但ACCM也是打了一個 比較適合的打法 轉出了戰毛兵 好 這邊工兵要小心 先頭車過來 哎呦 兩邊都打得偏防守 有點那種鏡像開局的感覺 兩邊都出工程器 出戰毛兵防守 但尼控還沒有轉戰毛 尼控這邊一樣是奴兵 配上投石側 防守而已 不是戰毛兵 上方這一坨一樣在繞一繞去 前線蓋了工程器製造所 家裡前方也蓋下了TC 尼控這邊也把TC慢慢蓋出去 這邊工兵抓到對方 尼控的所有的工兵 這一坨有點賺 這邊投車沒有砸到 非常驚險 但是家裡有戰毛兵 這一坨上方的工兵騷擾也沒辦法成功 這就是有轉戰毛的一個情況 非常好用 這邊要先優先把對方投車解決掉 戰鬥會要花費非常多的血量 哇 結果打一打讓對方的少量工兵反而打贏了 雖然投車也被換掉一台 兩台一坨車互換 好 投石側繼續往前 工兵變成 正常搭配 這邊三旅可以考慮點下神聖思想跟救贖思想 救贖思想可以招日本這邊的投石車 而且血量點下這麼多科技 也會非常坦 直接來到50滴血也沒有問題 可以直接扛一發輕頭傷害 OK 這邊換掉 第一打高居然換掉了 哇 天空這邊空兵還是空得非常漂亮 好 下方投車過來 但投石車也即時在拯救 當然有來一次高打低了嗎 但這個血量並沒有很滿 就即時在高地也是有可能一發收掉這台投車的喔 好 那家裡經濟補下地上TC在前方的金礦處主金 日本這邊也是3TC開農 二級木已經點下 兩邊也都頂點了 好 日本這邊點下了彈道學 正面投車護閘 殘血的投車能收掉 可以 但是又另外一台又來了 要先撤退 聖旅也慢慢走得出來 哇 這邊要攻兵直接先射聖旅 但聖旅剛剛走斜的沒有射中 彈道學剛剛還沒有好 好 但也沒有關係 下方這邊入侵進去 結果投車直接進來吃了一發 哇 一台投車守住所有的敵軍 賺爛了 日本這邊受到打擊 進攻有點出現了問題 好 那這邊在前線蓋一下一棟城堡 好 可以守住人面TC 跟上下方的這個經濟 讓日本有一個喘息的空間 以不至於對方兵員過來直接倒一片 好 這邊來砸一下互換 哎呀 擬控這個臨死前的互換非常的好 很賺 好 這邊勝率直接回頭招個一波 但是沒有救出思想的關係 否則沒辦法被招掉 但這邊 日本ACCM 並不知道對方到底在招對方的 戰毛逼喔 還是投石車喔 所以剛剛自滴投車啊 有點虧 還是剛剛是被射掉的 我倒回去看一下 有點好險 他是自滴的 還是被射掉 剛剛沒有看清楚 好 投車血量很多 自滴 對 我沒看錯 他真的以為 尼控這邊點了救出思想 但是其實如果你去看他血量之後 就只會發現喔 這三女是30滴血啊 他真的沒研發一個科技 都會發現血量多一滴血喔 但他這裡沒有仔細看吧 所以他剛剛選擇自滴喔 並不是他操作15 他只是單純覺得 最煩我研發救出思想 再找他投石車 哇 你看這個尼控心理戰 打得還算不錯 那如果研發救出思想的話 血量應該也是要35滴血喔 而不是30滴血 最扯的是他這邊 出了兩隻三女 也沒有要點救出思想 或是神聖思想 增加血量 或宗教狂熱 這邊他是 應該是想要出個幾隻 來補個血喔 或是撿個聖物而已喔 好 那目前聖物 大家也沒有撿得非常的勤勞 就是小撿小鬧 這裡撿了三個聖物 哇 阿茲三聖物 這代表說他有四個聖物的黃金彩量 日本反而沒有撿生物 有點尷尬 這邊稍微撿一下生物 會比較好的感覺 但目前AC線村民術 已經領先到110層左右 那尼控這邊則是來到88層 比87層還多一層 那日本劍塔也是非常強大的 他可以射出雙倍箭矢量 然後點一下這個銀罐技術 就可以擁有這個 箭矢的強大能力 大型劍塔也是很好用 但是遇到更大根劍塔 例如這個城堡 依舊也是搞不太做 尼控在家裡前方 蓋下城堡也是想要鎖住這個門面 鎖住門面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而且這邊又是高地 那個高地守不下來 對方一直有這個高地優勢 跟對方互換 哎呦 砸到一發了 所以通常高地一定要拿下來 高地不拿下來 又是在自己家門面 這裡TC很容易被弄爆 好 那阿茲果然 電弘時代要來打老鷹 電弘時代還有10秒鐘 就來看一下阿茲 待會兒能不能逆轉 我看來可以再稍微加速一下 兩邊上電弘時代有空窗棋 並不會一到電弘時代就開戰 日本這邊也是等自己一定用的時間好 才要來繼續做一個輸出 這邊先稍微清理一下 家裡周圍的這個哨戰 好 這邊日本轉出了步兵 日本武士開始在按 打日本武士 對老鷹或是暴武士 都有不錯的效果 這邊想要直接硬換 但是沒有換成功 頭車直接被砸了一大堆的毛病 但是日本武士出來 直接砍掉老鷹的侵襲 日本武士出來的非常即時 而且這個連護衛技術都有了 跑速非常快速 雖然老鷹跑的還是比較快一點 跑速有這個1.15 原來還沒有點下護衛技術 後面森林繼續招翔 給對手壓力 好 點下三級射跟化學 還有增兵技術 鷹魚頭是第一先行開拆 但還險 還好 這邊是高地城堡 所以擬礦這邊兩巨頭 打城堡的血量不會掉的非常快 算是蠻少的一個血量 應該拉個十幾寸 或二十幾寸都可以把這個血量拉回來 但是這個石頭量夠不夠他撐下來 就是個問題 ACCN這邊日本武士 開始堆起來的數量 但是老鷹要上前鷹打嗎 上前砍老鷹傷害非常高 哇靠 這是傷害怎樣 OK 日本武士努力反擊 但數量不敵老鷹的數量 後面還有攻兵在輸出的關係 日本武士倒地的速度也是超級快速 後面投車輸出也是非常高 這邊直接砍到了生鋁 生鋁直接倒地 日本武士慢慢走得出來 還沒有有三防好 三防還剩下五秒 有三防之後 這邊這邊一定可以打的 尼控這邊則是 除了老鷹有點被反制了回去 但是這邊拆巨女投司機相當好用 OK 正面完全沒有敵人可以抵抗 巨女投司機三台被拆除中 應該是可以撐下來高地保的一個優勢 讓這個血量成功苟住 讓ACCN從攻守住了這棟城堡 ACCN日本武士衝鋒 打得非常漂亮 非常果斷 該衝的時候就衝 武士到精神打得非常漂亮 尼控這邊轉出老鷹有點頭痛 現在不管出暴勇士 或者是打老鷹劍勇 都有可能會被砍成白色 那尼控這邊最好的選擇 應該就是出劍兵勇士 不然就是強弩了 不然直接打這個紫毛系 紫毛系戰毛的話 可能也是會被砍爛 所以我覺得這邊打強弩 或者是劍兵勇士 都是一個比較好的一個選擇 那劍兵勇士 現在還需要投資大量資源 可能會有點跟不太上 所以尼控這邊是選擇了攻兵開的意思 還沒有升這個強弩的升級 先選一下化學 那剛剛有提到 阿茲是沒有拇指環的關係 所以待會即使有強弩加上化學 反正射速不夠快 還是有機率性的會被日本給壓了回去 並日本有拇指環 攻速就是快 日本要再次上前衝鋒了嗎 這邊著想一下 夜空15點爆表 弩兵繼續出 但強弩沒有補下 戰毛兵直接上前硬點攻兵 這邊直接日本武士衝鋒 收掉一台巨頭 這邊也想要到後方 砍後面修城堡村民 日本武士無畏懼城堡的壓制 直接拿出自己的武士刀 開砍一波 後面巨型投資機 持續在輸出 但是一時有老鷹也在後面偷菜 這台巨型投資機能守下嗎 OK 這邊攻兵直接上前 不管了 這應該是集結點沒有射好 OK 直接被送光這些奴兵 但是奴兵這時候還點下強弩升級 是否有點太慢了呢 擬控 日本武士 金瑞已經升級好 只差了三攻 就可以升級到最強的日本武士了 老鷹持續費 老鷹抓戰寶兵 很好用 欸不抓嗎 但是後面有看到日本武士 覺得先抓巨頭比較重要 哇尷尬啦 現在阿茲還沒有點出龍冠戰爭 所以打起來還是有點癢 這邊大家讓日本武士直接收掉 強武武士已經設計好 但日本武士衝鋒實在太痛了 而且日本的箭塔也是一直往前插 重點下了這個射箭口 可以讓日本的箭塔射出雙倍箭矢的傷害 好 但大型箭塔還沒有升級 大型箭塔再升下去 喔 劍巢俠 劍俠草才對喔 劍俠草點下之後 大型箭塔也會增加攻擊力 我現在的攻擊力加蠻多的 好像加三攻吧 加二攻而已 七加六 喔對 他大型箭塔還沒有升喔 不然應該是八加六才對 所以是三攻 他現在還差了一攻 就這個大型箭塔 唉唷 剛剛講完就點下 大型箭塔升級 好 日本武士正面前尻 但是後方城堡出雲 欸 沒有動 這個助手模式沒有改 沒有讓他自動開火 哇 這個英勇士一定很虧喔 被戰A了一下 但是直接隨後拉到後方 直接拆掉距離投石機 第二台距離投石機應該也可以收掉 沒有問題 哇 尼控這邊打得非常的尷尬 雖然這裡的勞鷹換掉兩台巨頭 但是正面的 正面的 軍隊已經全部送光 現在強弱直接會吃到戰毛兵的傷害 日本武士現在也再次無視的城堡 上前了硬A 好 這邊差點甩弓一下 應該是可以收掉日本武士 但是後面戰毛兵也是過來 一方這邊打得非常極限 龍關戰爭也點下 增加一下自己的步兵傷害 勞鷹終於來到了傷害9加5 但攻擊力還沒有全部升完 但劍塔已經入侵到了後方 大型劍塔輸出傷害非常的高 連勞鷹都可以射得死 哇 你看這個 哇 大型劍塔很痛 OK 大型劍塔 一次可以射出三隻劍死啊 所以應該是三倍劍死量 而不是雙倍 好 這裡又有劍塔在助力 但這邊立即蓋起了一棟城堡 家裡城堡石料不知道能不能夠守住 剩下不多兩百石料而已 日本這邊遠遠不絕 兵力往前送 日本武士毫無畏懼 瘋狂往前 這時候起擬控轉出 我在想轉進有會不會比較好 進有跟日本武士對砍 而且我記得阿茲 阿茲好像沒有軟甲 沒有軟甲是不是會很難打 還是要配點老鷹 老鷹的用途是為了要抓到戰毛兵 但老鷹也會被對方的日本武士抓 所以現在強弱很尷尬 原地開火 沒辦法很輕鬆去硬點對方日本武士 日本武士直接往後防守 擋住了這一波的壓制 結果尼控打出了GG 三巨頭 最後還是拆掉了城堡跟TC 後面強弩數量也剩所剩不及 剩下428黃金而已 黃金超級少的 日本武士的造價也是相當便宜 大型基塔繼續往前推 ACCM成功 打日本的特性 打得零零忌之 日本武士 大型劍塔 巨型頭死盡 該打的都有打 尼控這邊則是只打出了自己的龍貫戰爭 但是三級供沒有點下 所以沒有辦法發揮出阿茲特克的步兵強大能力 最終還是輸在日本武士的刀架 我們來看一下經濟 經濟部分是由日本這邊拿下食物跟木頭的獲勝 黃金上稍微塑了一點 所以有三生物黃金採用非常的廣 2300黃金 但是都是差不多的 阿茲這邊是出了太多老鷹跟強弩的關係 所以導致自己的黃金消耗非常快速 剛好日本的日本武士打這個老鷹也是相當實用 看這個數量就知道 133隻的日本武士 對上111隻的劍兵 這不是老鷹喔 這個老鷹就會非常難受 一定要出這個 紫毛器比較好吧 我覺得阿茲這邊 轉一些紫毛器 然後配上強弩老鷹 會比較省資源一點 不然一直打全冰冰 全黃金冰種 很容易就打到後洗 就會沒黃金 會有後繼無力的問題 好啦 那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就到這 那如果喜歡這支影片 請記得幫我按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我們下次見 我們請來看看 我們可不可以看到 我們可以跟我們